再說一次大BNO日 近日不斷地問我們 這個星期六大BNO日的朋友很多 但我真的要不掩其煩跟大家說 其實你們是要再約實我時間的 因為現在問過我的人這麼多 但現在確認了三幾十個 我覺得是很少的 你不要以為跟我說 給我一些資訊 我要帶什麼 我就給了你之後 還給你時間 即是說11至7 我覺得他們是認為 當然我後來再提醒他們 我想說多次 不代表你11至7 你隨時上來我會和你做 你要確認我的時間 因為我們要排回順去 不然我們試過第一次做BNO 幾年前 有人是早上11點 好像晚上1點2點 好想彌補 好像Janny那次 我們認識Janny那次是 初陸 我們都不好意思 那就很糟糕 那時候電腦又慢 又在乒乓波台上做 無論如何不要緊 你們是要確認我的時間 有些人問我 是否拿BNO入境五年 就可以升級 BC 這些傳聞 我跟大家說 傳聞的東西 它傳得出來 就必然有原因 我不可以公開說 問題就是 你怎樣 可以在那邊五年 這些我們有機會說 而事實上是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很多人的決心不夠 因為我經常認為 跟大家說 所有東西並不在乎錢 是決心 是決心 BNO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東西 並不是 它可不可以轉做BC 因為反正我很多BC客 拿著BC 英國護照 拿著美國護照 我不是馬花灑香 是過去馬來退休 大有人在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 起碼 告訴別人 我是真正的香港人 沒有BNO 不一定 不是真正的香港人 像毓文 他沒有BNO 因為那時候沒有拿過 1997年前 所以他沒有拿過 他就不合格 不合格 去拿BNO 我們要FAN 他也是 但他是真正的香港人 但是有BNO 就必然是真正的香港人 這個是非常重要 先不要說 他說那種Service是多好 大部分香港人 甚至乎我的朋友 我的客人 他拿了報室紙的警察 警察就會說 現在也沒用了 那些警察 警察 但也有警察 警察就不會做黑警 但也有警察說 怎麼拿的 他再問他 這個比較聰明 我只是跟大家說 沒有事有自可 自己上網看 各位朋友 有事你就知道 先不要說 我拿了BNO 是這麼有型 不要說那些 真的有事的時候 英國領事館 他完全當你就是英國人 因為你拿BNO就是英國人 他完全去協助你 解困 或者機場 給你零用鞋子 安排酒店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 會做什麼 Luffing You will do nothing 只是這件事 為什麼非常重要呢 再莫說 拿出來的那本護照 是這麼有型的 名字 那本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你有沒有怎麼見人 要不要臉 現在我的新身份證 我都不敢拿出街 你媽媽 因為我有車牌 我也不想拿身份證 外出街 我自己的身份 我說 你什麼醜不醜 這個星期六 就是大BNO日 如果真的想拿回BNO WhatsApp我66982429 記住 現在是難拿了 不是拿不到 要給多些證件 OK